民進黨的這些立委們 根本就是現行犯 今天下午2點半的時候 事實上我們的內政委員會的招委 高經委員 那麼在下午2點半的時候 他要回到這個義士丁來開會 可是民進黨的立委 卻在內政委員會 也就是紅樓的202世 他把他整個的反鎖 那麼使得我們的招委 根本沒有辦法進去開會 那麼招委當然要拜託義士人員 到這個走廊上 因為他當時在走廊上 根本沒有辦法開會 那麼要讓義士人員來做協助 可是那個時候呢 義士人員其實就沒有辦法 能夠出來 所以後來我們的高經委員 他就在這個議場的外面 直接宣布我們內政委員會的會議 改到到了群賢樓的一樓來做開會 可是沒有想到啊 我們的議士人員竟然完全的被民進黨的立委 整個的軟禁 囚禁 限制他們的人生自由 那麼其實現在陸陸續續的很多的影片都可以看出來 其實議士人員想要離開那個議士的會場 然後去協助高經委員來進行開會 可是呢民進黨的立委呢 卻用各式各樣的方式不准他們離開 甚至我們還看到影片的內容 是我們的議士人員他走出這個議士廳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包括應該是審法會委員 一個男性的立委 立刻上前就問他你要去哪裡 不讓他離開 這個真的是 這個聞所未聞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來到台北地嚴署 按鈴控告 那麼稍早的時候呢 我請助理到我們的中正一分局來做報案 因為我覺得這個民進黨的這些立委們 根本就是現刑犯 他們已經涉嫌違反妨害自由 還有強制罪妨害公務等相關的法律